娱乐通天下 娱乐乐翻天 欢迎来到TOP最娱乐 我是小瑞 众所周知 要说近期最火爆的综艺 被黄磊 何炯 彭丽畅 张子宫 张艺兴 常驻的向往的生活莫属 这一季节目组不仅找到一个远离城市生肖 讨花园 就能前几季修缮完备 处处充满现代化的蘑菇屋 也变成妹妹口中的原生态蘑菇屋了 而下期节目中更是迎来一位非常逗趣的女嘉宾 她就是杨子 而杨子这位新来的小姐姐 也在日生月落间渐渐融入模糊屋大家庭 在节目中杨子就表现得非常简单质朴 年轻可爱 充满了活力 特别是干起活来永远都是默默的 不知疲倦的 虽然偶尔会闹出令人忍惧不惊的乌龙事件 但也无故透露出模糊屋的温馨气氛 近日杨子出席某活动 在采访时 她坦言向王五充满了晨心礼光慧 但月何除灰的辛劳 自己坐床 自己改屋顶换物资 这也无不透露出这一季嘉宾的心酸 也的确真是映着了什么叫做生活 所以最终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就连肖战他们也不例外 随后杨子透露 做客向王五这几天的时间 她是经常被肖战他们的微信潮到 这也让大家疑问 对此杨子调侃 每次都是问路透 什么杨子干活累不累 杨子学到什么拿手菜没有 杨子记得向节目组推荐推荐我啊 幸好我手机内存大 不然消息都会卡死 这一原因也是引发网友大笑 当然杨子不愧是大家的开心过 因为她的种种表现简直就是每个平常人的真实写照 一点都没有装样子都包括 大家期待杨子这期的向往吗 向往五五等米仓库大升级 杨子蘑菇屋里叙事不断 蘑菇屋家人送别乔杀牛小玉 杨子做客桃花园和张子峰姐妹重逢 精密互动氛围好 蘑菇屋尝试铁桶烤鸡 家人们一起泡脚欢乐多 更多精彩内容 现在湖南卫视向往的生活第五季第四季 乔杉刘小玉一一熄别 无等米仓库物价肥掌 上一期节目播出后 展示了烧烤舞蹈等多种技能的刘小玉 被网友称赞多才多艺会生活 本期节目中她还和张子峰一起 再度为模糊软妆添砖加瓦 但是一晚乔杉做了什么 现来时只剩何老师陪伴 还引发大家纷纷吐槽 无等米仓库装修升级 却被评价土味 家人们一起为新仓库揭幕 看到了什么让他们如此惊喜 有了鲜活海鲜区 鲜花装供区 快乐小时区 无等米仓库物资越来越丰富 但是非常多物价 让家人们都难以抵挡 毕竟物品的兑换 从6棵树变成20棵树 仓库管理员直言就是涨价了 何就拿着玩偶直呼好吓人 同一场任为何突然竹起拐杖 家人们的采购之旅 还能像以前一样顺利吗 杨子做客蘑菇屋 全家上阵做烤鸡 突遭滑铁炉 本季第一位女嘉宾杨子 来到桃花园做客 当进蘑菇屋就十一分兴奋 到处喊人他 意外发现无人应答 面对向他热情奔来的小爱妾和小欧 杨子犹豫半天竟叫出小把小Q 另发网友爆笑黏黏 表示求小爱妾先离灵灵灵灵 杨子进门就是喜剧人 在蘑菇的聊天中 杨子再度犯迷惑 终于乱起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开关游戏 他却一顾提问开关是啥 杨子也意经历丰富 性格可爱的他 备受观众喜爱 他也和蘑菇家人们有过不少合作经历 这一次更适合张子峰简直重逢 作为蘑菇屋维尔子女孩 张子峰带杨子参观蘑菇屋 兄弟聊天回忆拍起经历 杨子推荐了什么好物 让张子峰表示难以接受 张子峰遭遇杨子喜茶提问 又该如何回应 院子里的小不点吸引了杨子 试图上前鼓摸 却被小不点动作吓了一跳 难道他又要越狱 黄磊尝试铁通烤鸡 家人们纷纷帮忙 黄磊是如何让鸡敲起了二狼腿 全家最期待的烤鸡出锅 却看起来有些翻车 装着特色语异的家人们 另谋生计挖春笋 却经连挖断锄头 蘑菇又有什么新工具 终于不用带艰心划船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今晚十点 湖南卫视向往的生活 第五季第四季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